今天华晨宇出了一首新歌叫浮游 這首歌簡直是Hit到一個新的高度 在微博 而這首歌都排名第一了 你有聽嗎 絕對有聽 因為大家要知道一個訊息 华晨宇這麼多粉絲 絕對不是因為他的樣子很可愛 最重要的是他本身很有才華 這首歌如果大家聽過 就會知道是極具他的個人色彩 個人色彩? 難道是他原創? 的而且確 因為华晨宇自己也說 在專輯裏面 這首歌是他最喜歡的原創之一 這首歌的來源 就是來自了一個寂寞的夜晚 华晨宇將自己困在一個密閉的空間 關上窗戶 然後就寫了這首歌出來 你說得好像你陪著他 過了無數的寂寞的夜晚 然後有媽媽被他趴出去寫一首歌 我何得何能? 我都沒見過他 不過我們卓卓有魚 某一個導演極之喜歡华晨宇 並且我們卓卓有魚 也成為了廣東地區 第一黨跟华晨宇做專訪的娛樂節目 真的嗎 沒錯,馬上去片看一看 Hello,大家好 我是华晨宇 你寫了一份美 华晨宇,2013年參加快樂男星 獲得總冠軍出道 因為獨立的形象和表演風格 被清作火星弟弟 出道兩年,华晨宇出專輯 開演唱會獲獎年年 上過春晚 也登上過福布之名人榜 成為內地新星代第一人 今次华晨宇作客卓卓會客室 亦都是華晨宇首次接受廣東電視媒體的獨家專訪 這次來廣州沒有想過說去哪裡玩 或者是說想要吃什麼 想吃叉燒肉 雞腿 雞腿呢?雞腿要在哪裡都有吧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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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好像是廣州的雞腿是有點甜甜的 嗯 還有鴨肉 鵝 鵝 總是就是肉 對 總是就是肉 最近你隨便要出一個新的 嗯 現在已經是馬上要出一張專輯 总共有十一首歌 然后 我目前已经 发出来了四首歌 必须在十月份左右 整张专辑出来 这张专辑有七首 七又四分之一首 是我写的 对 我写的大部分呢 都是往一个方向去写 就是一个 把我整个人放大的一个感觉 要一个比较 霸气的一个感觉 对 然后 因为我 因为我去年的 我去年第一张专辑是 卡西莫多的礼物那张专辑 就是整张专辑都是 一个小人物的感觉 把我 我把我自己放得特别小 就是 因为要 以一个孤独的一个气质 为整张专辑的 一个主题 然后我今年这张专辑 我把自己放大 就比如说 我出的第一首歌叫做 我管你 我管你听起来 就是那种酷酷的那种 但是它不是叛逆 我这个是说是 我管你 你要干什么 我不在意你去做吧 我不在意 你要怎样 你要骂我也好 你要怎么样也好 我都不在意 就是这样 因为我之前 我听这两首歌 就一类跟我 我问你这两首歌 上里面的歌词的时候 把对我的质疑和无限都毁灭 这两首歌算不算是你现在对于说 出道一直以来所受到的争议 或者是质疑等等的一首宣泄 没有 其实 其实没有 并没有要宣泄的意思 其实主要是因为 这个歌是我写的 我就想 我就当时写一类的歌 我就想写一个很 很霸气的一个感觉 我想要一种 我要带领着所有的人 我就是 我就是 王 我就是 我就是王 我就是 帅领所有人的一个领袖 然后 所以我把这首歌写得很暴力 因为词不是我填的 曲是我写的 但其实我想象的就是一个 非常暴力的一个东西 但是 可能会受很多限制 然后呢 已经写得很委婉了 对对对 然后 所以我 我主要还是想突出一个 老大的感觉 大魔王的感觉 魔王于乞丐 你是跟 杨宗伟的合作 对对 杨宗伟 宗伟歌 是团队 是错合的 还是说是你自己要求的 《光于乞丐》这首歌 首先它 它不是我写的歌 它是 它是我们 收来的demo里面 我听到的一个 很喜欢的一个歌 然后我听到这首歌之后 我就想象的是 两个男生在唱 的感觉 然后我想 我唯一想到的一个声音 就是杨宗伟 因为我们之前 只是见过面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说过话 我后来见到杨宗伟歌 才知道原来他也 他也有知道我的音乐 他也有关注过我 然后呢 我其实我已经关注他很多年 所以后来 杨宗伟歌 他答应过来 跟我合作的时候 我超开心 对 因为我喜欢摇滚乐 所以我会偏 我会比较喜欢那种 简单的文字 但是能直击 你的心的感觉 对 所以我就很喜欢 孟知姐的文爱 然后朋友伦又很喜欢 我的声音 来念吴孟知的文爱 所以我们三个人 就合作就是 我其实并不是 唱歌的作用 我是主要是 我们三个人是 我是用来说话的 对 他的文字在我看来 就是概括起来 就是简单而有力 对对对 就是这样 然后每次配上你的声音 我不知道现在说 我的同时 是要死不活的声音 对对对 是非常的能够 出众人心的那种声音 因为我太喜欢 孟知的文字之后 我看完他的文字 我就会很有感觉 我就会用一种 我自己想要去表达的方式 来念这个文案 然后 就是 那叫什么 艺术的一种碰撞 对 我们和声音 有多少种关系 而也许只有乐音 才能让人来 重拾清听 我说你跟一个人 长期这样子 一个文字工具 这么厉害的人 他会触发 你也是进行一些 文字的创作 那 那就得难 因为我觉得 我实在是没有 就是 没有文才 我以前有试过写 但是写了之后 我觉得我过不了 我觉得我的词 融入不了我的曲 然后 但是我愿意去跟 我愿意去跟大家合作 就是 因为我觉得 我并不认为 我是一个很 很完美的人 对 我可能写曲这块 我自己会对自己 比较了解 那其他的这一块 我觉得别人帮助我 是可以超出 我自己的能力的 之后效果 都会超出我的想象 对 目前没有 因为我想 我都是 我都是听到 就像我这首歌 我跟杨宗伟合作 这首歌 也是因为 我听到了这首歌 才想到 要去跟 跟他合作 我不可能是 一开始 我就说 我好想跟杨宗伟合作 那我来找一首歌 来跟他合作 不是这样的 比如说 我《杨宗伟合作》的威光 那我觉得 这个歌朗朗弹 一定是很好听的 那就重新做了一个改编 来编成一个 属于我跟朗朗 两个人的版本 的一个威光 可能有一天 我突然听到某一首歌 我又想到了另一个歌手 我觉得 这个歌好像很适合 这个歌手来唱 那我看 能不能跟他合作 就是会这样 最近也有新的动作 之前是 全球比赛的选手 现在在做 全球比赛的方式 之前的那个经历 对你所有一个导师来说 有没有一些帮助 帮助是一定有的 因为这是 我这些是我经历过的 他对我来说 可能不会改变我的心态 但是会积累我的经验 其实我并没有把自己当作导师来看 我还是把自己当作一个普通人 然后去跟他们交流我的经验 你有没有想过说 多细发展什么 像电视剧还是电影什么之类的 其实有剧本找我 但是我还是觉得 没有特别想去玩这个角色 我现在出道只有两年嘛 然后这两年 我其实我把我所有的经历 我的关注点 全部只放在了音乐上面 工作的时候 那除了工作 除了音乐 我基本上就是在 我把我的经历和关注点 全部都放在吃跟睡上面 对 所以我并没有要去 我没有让自己去注意其他的东西 比如说演戏啊 这些东西我都不去关注他 因为我想让自己脑袋里面 先把一件事情做好 先把音乐完全做好了 我再去 如果有多的时间 我不想睡觉 不想吃东西的话 我可以去想别的 但现在我不是 我不想去想这么多 会不会尝试唱一些语歌 我之前比赛中 有唱过一个海阔天空 对 但是我海阔天空的发音 很不标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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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努力要再去学这个乐语 但是毕竟我没有在广东生活过 所以我完全没有讲过乐语 其实还好 你刚说的可能音阵啊 但是这些其实并不重要 还是那个状态什么什么才重要 所以你说 算是你的伯乐吗 上前对 对 上上前 他算是我的伯乐 对 他之前不是有出广东歌吗 好酷啊 跟比赛完之后 跟这些导师还是处于一个友情 我跟小尚节很 上次见面还是在一个颁奖典礼上面 虽然我们有那么久没有见 但是我觉得感情还是很好 我超激动的 当时我看到他 而且我那个奖是他颁给我的 对 然后我当时 好激动的 我觉得我好久没见 心情会特别好 因为看到他会格外的感觉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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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歌是一个好玩的东西 没有 我觉得我不喜欢同居肯定是的 因为我不喜欢家里面有一个人出现在我家 我也不喜欢有一个人在我面前晃来晃去 我喜欢我每天睁开眼睛 眼前是空的 然后我喜欢我坐在沙发 我喜欢一个人吃饭 吃饭的时候没有人在我旁边 那个时候就因为我实在是不喜欢有人在家里面 我就经常去酒店睡 这么夸张吗 觉得现在自己是国王还是乞丐 我反正我在这首歌里面我唱的是国王的部分 但是我自己的心态是 我唱国王的部分是因为我希望我在这张专制里面 就是把自己给放大的感觉吧 但是我自己的心态其实是 就是无所谓我就是我觉得我可以国王我也可以乞丐 就是我觉得我反正我私下的时候就 我觉得我跟一个乞丐没什么两样 对 那如果以我对那首歌的理解的话 我反而是觉得他在讲心态上的东西 你应该现在算是心态上还蛮富有的吧 那我拥有很多 对我拥有非常多 然后我也 但是但是 我有经常感动 但是我我也有 我也知道我会经常让我的歌迷感动 对 但我也经常会因为我的歌迷而感动 感动是双方给的